停课不停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陪伴您一起听故事抗议去咯 哈喽 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茄定区沙伦国小的芬兰老师 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由柯明熊老师所编著 中华儿童重书出版 书名叫做土地公的女儿 亲爱的准备好了吗 闭上你的小眼睛 放松心情 故事开始咯 天空黑了一大半 乌云的影子紧贴着地面 越过田野 房屋和庭院 阳光急速的微缩了 黄豆斑的雨点 一点 两点 三点的 打在泥地上 扬起阵阵的尘埃 年轻就要守寡的阿荣神 最勤快了 一听到邻居的呼叫声 三步 叠着两步 跑到院子里来 竹竿上的衣服 篱笆上的菜杆 还有墙边溢刚刚的豆架 阿荣神就像在表演特技一样 咔咔咔的 盖上的豆浆缸 再把晒衣服的竹竿 往空中一举 用力抖动了两下 等 衣服都滑到怀里了 它迅速抱回 再赶回来抢救菜杆 这时 雨点更腻了 落地啪啦啪响 乌云覆盖了整个天空 屋子里更暗了 眼力不差的阿荣神 感觉到厨房跟水干旁 有一团斗粒大的黑影 缓缓地缓缓地在蠕动着 噢噢噢噢 驾死人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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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蟒蛇啊 怀里的菜肝剥落了一地 奇怪的是 阿荣神并未往外逃 反而战战兢兢地走到饭桌旁 拿起一只筷子 慌慌张张的奔向大厅 将筷子插在土地宫的香炉中 双掌合食 全身发抖 口中念念有词 气求土地宫带走他的女儿 大蟒蛇 不知过了多久 阿龙神才定下心来 然后捏手捏脚的走进厨房 张望四处 大蟒蛇果真不见了 阿龙神喘了一口气 哦 蜜豆腐 夏天夏天 土地公善灵了 跟他的妻子搶走啊 从此以后 阿龙神拜得更勤 信得更沉 日子也过得更安心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来了 土地公成了热门话题 众多小土地庙 突然热闹了起来 大家争着对土地公求平安 希望发财 希望学业进步 希望长高 希望长壮 唯独 这位在城里住过的年轻人例外 他找了屋里屋外 所有大蟒蛇可能长生的地方 再没有确定大蟒蛇往什么地方走 是如何消失的 这位年轻人再也无法安心睡觉 因为他很难相信蛇是土地公的女儿 亲爱的孩子们 老师故事说完了 有形的蛇容易驱赶 藏在内心无形的蛇却很难除去 阿龙神深信蛇是土地公的女儿 他会把大蟒蛇带走 所以过得很安心 至于 住过城里的年轻人 他宁可相信自己 亲眼所看到的事实 又因为 一直无法确定 大蟒蛇是怎么消失的 所以心神难安 小朋友 想一想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办 故事听完了 亲爱的小朋友 听完故事以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跟你亲爱的家人分享哦 欢迎继续点选下一个故事